這個珠寶就要同樣請教授寶來看 李教授 你看 這個戒指很典型的就是 我們常常在講 好的東西自己會賣自己 不過呢 你真的要買到很高價的時候 那又不一樣了 好的東西自己賣自己 對 你到醫師場去看 對不對 那個灰灰黑黑的 爛爛的 你走過去根本看得不看一眼 綠綠的 哪怕是染色 你會先看一下 因為可能大家喜歡綠的嘛 對不對 所以就會吸引一些人過來看 那看 夾的放下去 真的 才會有那種慾望 想要給他還價 想要擁有 就是這樣子 自己會賣自己 對 那你幫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好到一個程度的珠寶 是有幾個要件的 第一個 它要形式夠好 顏色夠漂亮 然後 最重要 瑕疵要夠少 我們早期 我們台灣人 這個玉要有瑕疵才算玉 為什麼要有瑕疵才算玉 這茄子不分 比重就不分 這個講得賣東西的人 這真的很厲害 但是問題是 這幾年 平安講我們受了大陸 買家的影響 這個 隨便一個客人進來 他沒有帶手 手電筒拿給我看 來 走 這個有瑕疵 有什麼 它講得越多 兩條路 第一個 它真的想買 還你價錢 它講缺點 第二個是 它真的不想買 瑕疵那麼多不要 這兩條路 所以行貨才是買貨人 這有可能 不過我們先見價 對 等會兒再來談 剛剛教授你說那三個要件 他到底符合了幾個要件 請見價 四十萬元 四十萬 對 所以你說好東西 自己會賣自己的 就是好東西 我先問一下美甄 那你買多少錢 這個我不敢講 為什麼 因為好像差很多態度 對 還是講一下 總要面對現實嗎 這個至少一百多萬 是 好 那為什麼我要 估這個價錢 我總是要有一個優勢 那真的是打到骨折了 你給人家打到骨折了 為什麼這麼說 第一個 這個翡翠它不厚 它是圓的 小小的 第二個 它最不得了 只是因為水頭好亮而已 再來 它有相當多的蝦翅在裡面 你買的時候 你都會 只是看它的亮度漂亮 就心動 表面上的裂痕 很大的裂痕 這就是你說的瑕疵 對 瑕疵 這就明明說 這不是什麼內含物 就是瑕疵 再來第二張 很大的白花 而且這裡一道裂痕在裡面 很大的白花 而且事實上 從肉眼就可以看到了 這個東西 在這個燈光不容易看到 你到陽光下面你照著 你就看到了 這個東西 就我的經驗 很多的小姐太太 她買了以後 她帶著很高興 她在開車的時候 燈光一照 她把他們都翻臉 對 為什麼 因為實在太清楚 但是你曾經看過它的瑕疵嗎 你曾經在陽光下注意到 它有裂痕 一定在開車的時候就有注意 我老花眼看不清楚 老花眼 而且還買這麼貴的珠寶 只是看它 這個有大哥買的 這個我是看它的種色 是真的是很難看到 像這樣的那種 當時看的時候 一定是在室內 有好的珠寶 我沒有別的意思 只是告訴你說 我們在買很高檔的珠寶的時候 記得 你打白燈 這是最赤裸裸的 打了黃燈 什麼都漂亮 但是這一件珠寶 大概還有 還是有好處的 我旁邊也要看那個鑽石 它旁邊配鑽 每一顆 這個很厲害的 都鑲得很好 每一顆都八心八劍 所以它配鑽 是真的用得很用心 那你剛剛那個價格 已經把鑽石删進去了嗎 算了 我這個台只要用了十萬塊算的 我稍微來解釋一下好了 補充 因為翡翠的話講 種水色 就是說它是什麼樣的種 然後水 水頭飽和 水線長不長 色 顏色是什麼色 但它的種質 像這個是很好的教材 其實它看起來 它的折光率很高 水線很長 飽和度很高 非常的好 顏色也很夠 可是它的種質 什麼叫種質呢 我們講八個東西 八個要素 這個跟我們的皮膚一樣 你要怎麼判斷 它是乾的 或是水性的 或是油性的 然後你的皮膚薄不薄 然後厚不厚 那你的那種 那種什麼毛細孔 大不大 這個都是 跟我們在判斷翡翠一樣 那像它這一個 它裡面 它在腰圍的地方 有一道 揪 那個裂痕本來是在裡面的 結果它跑到表面上來了 跑到表面上來了 它就變成是裂紋 其實差價最大的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價格 是差在那個裂紋 對 好 不要傷心 我們可以留起來自己戴 記得一定要戴老花眼鏡 看清楚 他要戴這個 白燈的 是 這個在 白燈的筆燈 筆燈 對 戴著老花眼鏡 應該沒問題的